我们现在估计医管局的病人 通常居住在广东省 是有1万8到3万8人 这么多的 在强制检疫措施之下 他们回不了来复诊 早期我们都想到的方法 就是代他们送药 很多谢工联会的协助 我自己都去过工联会中心 看那个运作 每个礼拜可以有800个送药的名额 但是日子久了之后 也都出现问题的 因为病人如果这么久没有复诊 没有机会看到医生 纯粹靠配药 都不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建议 就委托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就为这些在疫情之前 已经预约了医管局的专科门诊 或者普通科门诊复诊的 长期居于在广东的患者 就提供这个跟进的诊诊的服务 这个委托是需要我们付款的 所以在稍后交给财务委员会 考虑的撥款申请里面 也都有一个撥款 是让我们进行委托的工作 就可以令到在未来这几个月 如果疫情仍然令到口岸不能够通关 这些长期病患者 不能够顺利地回来香港复诊 都另外有一个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uster